好 增山改查 我们都全部搞定了 已经给它全部搞定了 我们呢 这会儿再打开它的圆码 再看一眼吧 看看它圆码里边有什么 诶 它发现个东西啊 这有Sight Data Source 你仔细看看Sight Data Source 你看看 什么意思 能看懂吗 谁能告诉我什么意思 是不是说 如果我的这个模板是空 我这儿是不是就创建了一个模板 哎 这个东西 如果模板是空 我就会自动 给你创建一个模板 而这个东西在哪儿写的呢 在Sight Data Source 也就是说 在我的JPBC template support 这个类里边 是不是作为属性出现的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把 你注意啊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它里边有 是不是就意味着 它里边有啊 也就是说 如果我把 更简单 更简单 什么呢 我这个模板对象 我不用了 它 这个怎么跟你注视掉 这个 它得注视了 我得给你留着 这样吧 重写是重写 关键是一注视 就这个东西 就这个东西 它就没了 就这就这 把这个给你注掉 然后我这儿 这儿就不注它了 我注谁 看到没 这儿是不是有Data Source 俩属性 一个GDPC Time rate 刚才用过了吧 这个就是Data Source 那我这边 是不是就直接找它了 Ctrl C Ctrl V 好 现在我们跑一下 看看 看一下 再测试啊 随便测 任何一个都行 我就测 它吧 再增加一个 现在一共几个 五个吧 Ibc5吧 好 进来了吧 没问题吧 所以 以后大家再写 你注意 这个模板对象 我们是不用管它的 不用创建 直接 给DU注入 Beta Source 就可以了 明白了吧 模板对象啊 不用 不用 杜刹 这个是不用杜刹的啊 这个是不用杜刹的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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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